明镜推荐 明镜为您推荐 明镜电视节目惊讶 敬请锁定 就是说 西藏流亡政府 这个流亡的部落 或者是流亡的这批人 居然出乎意料之外的 完成了这个政教分离 当时我就觉得很惊讶 但是毕竟是新闻的报道 和我们现实的讨论还是有一些距离 所以我们今天 其实真正的话题啰嗦了半天 其实我们通过闲聊也让我们的观众 了解了我们要谈话的背景 为什么 西藏人好不容易有这么一个 精神领袖 而且这个精神领袖不仅是西藏人 也不仅是中国人 也不仅是亚洲人 而是世界级的 这种世界级的精神领袖 他不是说得了一个鲁贝尔奖 鲁贝尔奖只是给了他一个符号 一个标记而已 他政治人士是在欧洲 在美国 在加拿大 我感觉到很多的民众 对这个 达兰喇嘛 真正的尊敬 这种精神的力量 已经是世界级的 或者是人类非常保固的 一个力量 这个对西藏的人权 对西藏被国际社会的关注程度 没有任何人 比达兰喇嘛 会帮助西藏人 但是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们居然要进行政教分离 你们是怎么考虑的 这个话题 你今天点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 达兰喇嘛尊者 你看那个镜头不要看我了 这样的话观众会放弃 对 你看 现在那个镜头 就是达兰喇嘛尊者在2011年8月8日 把他的所有政教 所有的那个政治的权利 移交给人民选出来的领导人 有那个我们有欣赏的视频吗 有 OK 就是这个 您解冻一下 对 那个是 你在那里吗 我在这里 我在这里 当时我在达兰喇喇工作嘛 所以现在 这就是2011年的8月8日 从那天开始 达兰喇嘛完全退出政大 把所有政治权利 移交给人民选出来的政治领导人 司政洛萨喇喇的不是 他现在在那个最高首席法官面 就就职 以前的话呢 还没有移交之前呢 他在达兰喇嘛面前 就职 那现在就是在大法官面前 就职 所以 已经就职的是什么职务啊 就是司政 OK 就是司政 那个洛萨喇喇博士正式接任 最高行政 行政长官 行政长官 那这个过程呢 稍微有几个阶段 1950年 中共入侵西藏 51年签订17条和平协议 后来他们背叛了17条协议的内容 在54年55年开始在西藏东部地区 实施所谓的民主改革政治运动 那从而导致内部的冲突 后来1959年 达赖喇喇跟赞人被迫联网到印度 那那个时候 1959年4月份 那个3月31号达赖喇喇到达印度 当时的印度政府总理尼克鲁跟印度政府接纳了达赖喇 从此以后达赖喇喇喇藏 М rode谷 在还没有到达赖喇喇之前 大概有十个小时地方 有一个叫密碎 Tamam 6岁里就是建立了西藏灵王丈夫 就是以五世达赖喇嘛时期所建立的 感电破伤政权的延续就在建立 那建立之后这样就实行下来之后 明年就增长60年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达赖喇嘛循序渐进的方式 现在我们完全走 以前是他半退休状态 现在2011年8月8日开始 他完全把政治权利移交给现在的死者 他为什么这么做 这就是刚刚您问的问题 因为达赖喇嘛认为 现在是21世纪 一个高僧或者一个喇嘛 或者一个大官掌握所有权利的时间 已经过世了 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实施民主的制度 所以以前那个藏人行政中央的所有部长是 达赖喇嘛提名议会之选 后来达赖喇嘛 也是经过一定程度的选举 对一定程度的选举 但是达赖喇嘛这个选举的还不够 我就不提名 直接2011年直接有 当时我们称之为首席部长 首席部长是直接由人民来选举 那个时候达赖喇嘛成半对秀的状态 那后来达赖喇嘛认为 这个也虽然我们走了循序 这一几个民主的制度 但是我们必须要 今后达赖喇嘛不在的时候 还是要继续推动其他理由 所以现在虽然达赖喇嘛在时 现在我们所实施的所有运作模式 类似是现在三权分立 司法 行政 议会 所以现在就是 没有达赖喇嘛的一个藏理行政中央 司政领导的藏理行政中央 我们正在运作中